各位你們好, 現在是2019年10月19日 現在香港時間是晚上8點 德國下午2點 我還未去報好蔡醫療, 報好蔡醫療可能要遲一天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 適合Youtuber說的 就是不正如我 那麼, 林鄭月娥今天就很少有介紹, 否認他自己是共產黨員 其實他這句話就反而報了他的共產黨員 因為他是地下黨 地下黨的任務包括是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 因為梁振英也是 所以你說, 林鄭月娥怎麼證明自己不是地下黨呢 是沒有的, 沒有辦法的 即是他做得這個位置, 很大機會是一個地下黨 那麼多人特首裡面, 唯一一個不是地下黨 我都可以很肯定那個是曾蔭權的 但是曾蔭權,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很過渡的角色 本來就是救火隊 那麼林鄭月娥何時入黨就反而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之前說法是1998年入黨的 我覺得是不相信的 因為1998年那時候, 如果入黨那批還要是前英治年代的 即是那些政務主任級別的人 那整件事是說不通的 你不會這麼相信一個這樣的人 這些人是中途變節的 共產黨有一點, 他信不信一個人 可以看他家世的, 由他家裡開始看起 即是如果你家裡是武共家庭 譬如為何葉國謙的子女 葉國中的子女在民建園是有一定的 很簡單, 因為葉家是一早已經在中共來講 他犧牲了很多 你至少看背景來講 他這些是叫根正遙控 根正遙控是甚麼叫成份軍 文革過了, 但成份軍又沒有結束 成份軍仍然是存在的, 客觀存在 所以為何你說甚麼紅二代, 高幹子弟那些, 太子黨 為何那些那麼重要 就是紅二代也好, 高幹子弟也好, whatever 他的成份是純正 這就是共產黨的原則 這就是為何梁振英去到政協副主席 他怎麼擦鞋都再擦 上擦擦到習近平的鞋 會照鏡也好, 他都不會再上位 他很簡單, 他父親是山東差 山東差是英國殖民走狗 這就是中共的認定 你是英國殖民走狗的兒子 那我怎可以重用你 為何他的老友, 山東差的老友 中共沒有救他們, 很簡單 你也是英國殖民走狗的後代 那我怎相信你 你說葉劉淑儀, 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嘴巴那麼臭 葉劉淑儀反而有機會上 原因就是, 葉劉淑儀的父親 是跟馬共有關係 他是喬領的女兒 嚴格來說 喬領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 因為中共覺得, 差這班地下黨很多 因為其實這班人都是地下黨 所以葉劉淑儀, 一早就插手保安事務系 很明顯是英中兩國協議之下 他們是負責Transition Period 那段期間的保安交接事業 他才能坐到這個位置 葉劉淑儀不是突然爆出來的人物來的 你猜英國不知道他是馬共的底嗎? 英國要查他的資料很容易 他的家族 對不起 好了, 接著,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什麼時候被吸收入黨呢? 應該是他在讀香港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吸收了 因為那時候認中關係的年代很容易吸收人 還有, 比起梁振英 那即是, 如果我抵抗很多 那即是, 如果我是睡覺放眼房那些 叫做 基層的子女 即是, 這些人 某個程度上, 在中共來說 他是 很 傷得過的人 即是, 他始終是 夠紅 他的背景 因為你要有個基層的背景 他才要相信 你跟英國不是真的有關係 所以他搞完社會運動 大家都很奇怪 為什麼他搞了社會運動 搞了那麼久 然後就進入了政府 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他很早已經是 MI5的 informant 他就把香港大學裡面 那些搞死的運動的人 獨灰獨了給英國政府 因此他成為AO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因為如果這些這麼刺灰的人 中共是不會用的 亦都不會擁住他 他們會當梁振英 是當被引套 為什麼梁振英 沒有辦法連任 即是, 做錯一下就被人扔了出去 原因就是, 他是被引套 就是因為他是英國 走狗的餘孽 所以他用完就算 即是, 給他做一個政協副主席 就是統戰用途的 但如果你以為自己是 803元紅網 你就可以做到高位 不好意思 你爸爸是山東柴 在中共來說 你就不信得過 但是林鄭就不是 林鄭就應該是 中共作為地下黨 要求他 潛伏入香港政府的無間道 然後你以後發現他是做保安的 他是處理過BNO的創造 我相信是北京要他看著BNO的創造 不要在那裏搞事 不要在那裏搞事 即是不要在BNO加些 不知什麽簽建的 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我告訴給北京 當然, 以後來英國人都簽建了很多東西 要不然就不會有今天 那個BNO這麽奇怪的 status 在歐洲 所以林鄭月娥入黨 她是 好了香港大學 她去北京 那時候已經吸收了 吸收完之後 再可能是因為中英兩國協議 你總會有一些本地公務員要過渡 你不能夠清一色英國的人 中國一定會要求 你可不可以讓這些人進去 過渡的團隊裏面 即是作為是我的事 那林鄭月娥就是那個人 不然他就不會 你解釋不到他的行為 你永遠是解釋不到的 接著是做父母局 做父母局是看數的 看數就很合理的 他做了很多年看數 看了很多年數 那這個是很合理的一個 北京安排 接著 97年之後 接著 97年之後 即是給居英權 我相信給居英權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始終 按規矩都要給他的 對不對 因為八九六四之後 你很多 有些中共那些都有伴障 你不知道那些是什麽人 所以給他也是 合理的 給他一家人 還有因為他 老公在英國讀書 那是很正常的 即是究竟是因為林鄭月娥 自己的關係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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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一個途徑 我都會有Pretish citizenship 所以他的兒子 他都有Pretish citizenship 你不知道的 這些 這些是要考究的 這些 可能日後 英國的Dclassify 才知道 真相 所以林鄭月娥 你現在 你否認你是黨員 沒有用 沒有人相信你 因為你作為地下黨的任務 其中的任務就是 你要否認你是黨員 就好像Fly Cup 的第一個 rule Fly Cup 的第一個 rule 是甚麼呢 就是不要討論Fly Cup 中共的地下黨員的第一個 rule 就是不要討論地下黨 就是這樣 跟Fly Cup 有甚麼分別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 的黨網上 跟Fly Cup 沒分別 你有看Fly Cup 就知道 對不對 The first rule of the flight club 我相信林鄭月娥 也有看Fly Cup 那他應該知道 Fly Cup 的第一條規條是甚麼 不需要說太多 所以他是地下黨 你不認也沒用 你認也好 你不認也好 你也是地下黨 問題是 你的地下黨是甚麼時候進去 以我對中共黨史的理解 就是 他是很小時候進去 這個也解釋到 為甚麼中共要抱著這個政權 因為對中共來說 他67年的暴動 他折選了很多人才 因為你一班長期在左校教書的人 是沒有辦法管治這個城市的 第一 有些人就很容易受不了誘惑 好像程介藍 程介藍就受不了誘惑 所以這個程介藍 其實程介藍的形象包裝很好的 但是他受不了誘惑就沒有用 要是他就好像曾育成 曾育成 曾育成在香港大學出來 他的英文非常好 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深入 他絕對是精英 加上他的背景很好 因為他的家裏 本來是親共家庭出身的 OK 沒用 他始終有一種土味 即是你在培喬太外 那種中共老祖的土味 就沒有辦法放在台面 他看到整個文件員 金愛以其擺得上台面的 講來講去就是程介藍一個 接著其他的 你見到沒有一個可以的 政治投機那些就不用說 那些完全不行 但是你說不是政治投機 真是真心信能建議那一套 在香港大學畢業的 曾育成可以 蔡蘇玉 蔡蘇玉是香港大學出來的 菲克賓 喬永 不行 你就知道什麼問題 蔡蘇玉你覺得這個是司法來的 那接著你說有些看我可以的 譬如 程翔 程翔其實是一定可以的 程翔的包裝 你要他做民建員 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 八九六四 有一批真的有理想的人走了 嘛 北京大屠殺 令到整個 在香港中共的趙系的人 全部走了 那有什麼用呢 所以你不在意我 這個真是稀世奇爭來的 中共沒有牌 現在沒有人 你問林鄭月娥之後 誰做特首 你說得出 其實沒有幾個 沒有什麼人適合的 因為你整個中共是 維中 你最重要的是中心 不是港財人 也不是民意 這種液頭太制度 我以來 製造了一班 要凌左膜右的人 為什麼林鄭月娥這麼凌左膜右 這麼硬 現在就看到了 為什麼 他是地下黨 他是地下黨 這個是大王 一個這樣的地下黨員 他是不會看民意 他只會看黨的意志 所以這個送中條例 他為什麼會縱容那些人 他這麼砍人 那些 就是大抱健龍祥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那些 為什麼會縱容 什麼事情 林鄭月娥 他是黨的人 他明明是黨的任務 中共為了執行黨的任務 是不會理法律的 中共是沒有法律觀念的 你記住 中共是一個暴力組織 一個違法的暴力組織 大家要記住這個本質 所以如果你說林鄭月娥 會不會被人取代 他是地下黨就沒有什麼好 楊振英都沒有說取代 因為楊振英 他永遠都不記得 楊振英的道行跟林鄭月娥 差很遠 楊振英是一個很想 假裝是共產黨員的柴子 那麼他是黨員 問題是他成份不好 就沒有得說 如果你成份好 你一個人曾經背叛過中共 你再回來 他還會接受你 你成份不好 你要再 就算你刷極 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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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會被他上位 這好像為什麼 司徒華 臨尾臨中 那時候 中共其實多少都尊重司徒華 原因是 他還是 他還是反中共 問題是 司徒華整個家族的成份很好 司徒華 司徒華的弟弟 司徒強 還是中共的人 夠的 中共做這麼多年地下工作 中原辦 港澳工作委員會 一個這樣的背景的人 你怎麼會 即是如果我是北京 我送司徒華 我都不相信你 要有極真英 因為極真英 很厲害 你是一個 英國山東差的兒子 我再強調一次 你是山東差的兒子 即是英國的走狗 英國走狗的兒子 我怎麼會相信 這個就是極真英 永遠都不明白自己的問題 即是你 極真英比起 整班那些 民建員裏面的人 都不夠紅 所以誰會重用極真英 就是張曉明這種人 但是張曉明這些是什麼人 張曉明這些人 升到盡 港澳辦升到盡 他沒有人成為黨和國家 他再做國家引導人 機會不大 即是他再上一層牛 做到政治局上位 都沒有可憐 簡單 他這些人是靠 投機取巧上位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真心的好黨員 當然不是 即是中共 組織部都會看這些東西 說真的 你說林鄭月娥什麼時候會這樣 如果他是中共黨員 還是這麼稀世其爭的品種 就真的是整個中共政權的 才是林鄭月娥有可能這樣 他說梁振英會不會成功對任 林鄭月娥 No 梁振英出了多少黑社會 都可不可以對任林鄭月娥 No 何君義那些等而下就知道 何君義是鄉新 這些人要批代 黑五個東西 即是很多香港那些 逃機分子 忘記了這些東西 你多忠於中共都好 你是黑五個就是黑五個 這些 沒得談的 你是 有些有統戰作用 譬如你說曾志偉 曾志偉有統戰作用 因為曾志偉始終是 他在台灣 他的統戰價值不同 譬如譚英倫 譚英倫的爸爸是中華民國警察 那多數有統戰價值 即是跟國民黨有些關係 即是廣州做得警察 你都是有些關係的 跟國民黨 那不同 第二樣曾志偉不是 或者很多香港那些有錢 都覺得 投賭成 投賭成 能夠真是 有些了道 那個叫譚慧珠 但是譚慧珠呢 中共都不會真心重用 他只是會當作一隻狗 因為譚慧珠是變節 而且他是最早變節 中共是這樣的 最早變節那幾個 就是一般都予以重用的 因為傅作義 傅作義是北京投降有功的 加上他的女兒傅東谷是 中共地下黨 因為是他的女兒 遊說他爸爸投降的 所以傅作義在 共產黨年代仍然得到重用 而且去到部長的位置 原因是因為傅作義最早被批評 你說遲的投降已經是兩回事 文革已經被批評了 你就不要說最後那些 中共是比最早投降的幾個 有飽飯吃 飯除了太多是那種 之後那些 不知道 這件事是很多人不明白的 你現在制裁中共是太遲 你太...太... 蘇生國後沒聽答 這些你要政治投機 就是好做投機 如果不然現在就沒有人 好像現在的小孩子 你說會不會 有些人成功投誠會得到重用的 或者會 但是你不要像陳展俊那樣噁心 陳展俊那些就是真的很噁心 那些 那些已經是沒眼看 陳展俊那些 經常拿著學民司的名字 周圍一個白民主派 周圍 周圍... 那些... 那些不用說 那些沒用的 但是你說 現在年輕的走去投共 有沒有用 最終 我甚至可以說 你看到中聯辦清洗本地幹部的經歷 你就知道 其實土共自己心指同名 隨時他們自己都是下波被清洗的人 清洗本地那些 你想想維吾爾人 維吾爾人 對中共有功 說真的 維吾爾人對中共那種有功是... 大哥 那時候 新疆本來是要落入蘇聯盟手上 是維吾爾人自己採取行動 拉回... 拉回... 這個... 中環... 即是共產黨手上 你本來是性世財 欺負人 性世財就是... 真是投... 投... 投... 投共都不要緊 他投騷 投騷才好 真是勾結外國勢 性世財那些 但是為什麽性世財 因為... 投訴最後 新疆都仍然沒有在蘇聯控制之下 那不是因為有幫維吾爾人 即是當地人反而說支持中共 我不要國民黨 我亦都不要蘇聯 我要中環人民共和國 這個就是中共黨史 對大家的教訓 維吾爾人對中共如此有功 得的下場都是這樣 你香港那些柴子覺得自己會沒什麼 你真的太牽真了 對中共的看法 中共也好 中國人也好 很多都是吃人的 特別在文革之後 文革之後 什麽的意念像沒有了 接著 八九年北京大盜殺 再殺了一批中共裏面有良知的精英 所以基本上這班 現在剩下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人渣的 那你投共是做什麽 因為連基本理想都沒有了 你想一下 李登輝 李登輝其實正正是代表 台共 其實他是台共出身 如果李登輝的背份 在中共而言 什麼江澤宏那些省一點 剛剛死了的使命 再加一個李登輝兩個人合起來 他的背份是高過了 你這班人 那最後 因為這些有理想的人 最後變成了台獨運動的先鋒 很簡單 就是看著這班中國人是這麽做事的 延安那時已經是這麽假裝的 做事的手法 都見過了 謝雪雄 因為謝雪雄夠愛中國 200之後走了去中國 結果文革之後被批評就死了 說我是台灣本省人 心都寒 沒有幾個好像李柯文治這麽人 說真的 心都寒 你說你民建園這些 你覺得你會沒事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對中共黨史要解太遲了 你了解中共黨史的 你就明白 中共是一個殺人 食人不去國際政黨 投共是自己的為衰 什麽現在真的對自己好 就是站在人民的裏面 站在西方的裏面 而不是站在中國裏面 這就是很多 就算有些 紅二代走出來的人 都未完全認識到這個事實 或者他說 就是以為 就說認識了這個事實 但是他的行為 他未認識到這個事實 那個殘酷的一面 仍然還保持著回鄉政 我 就不殺任何這些中國的簽證文件 我也不會入中國 有些作家 他經常說自己很英國 但又經常出入中國 我不會做這些 因為我對中共的認識太 因為我對中共的認識太 中共黨史告訴大家的事實 就是 這個黨 跟它保持它是最好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賣鬼了你 因為中共一向都是這樣 要不然中共那些高層 高幹子弟 對呀 探官經常都要天方八戒西方國家 很簡單 他們知道這些事 這個是我一集YouTube節目 想大家去認知 中共是一個什麼 怎樣的一回事 一講成份論 還有 它暗中收集黨員那種 好像Fly Club那種 很慣性 就是Fly Club的第一條規矩就是 不要討論Fly Club 那麼正如我 否認自己是中共黨員 就只不過是十千斤Fly Club the first group of the Fly Club 因為它就是一個 senior member of the Fly Club in Hong Kong 這個就是我只能夠說的一件事 今天第二節就講到這裡 明天 明天就會有星期日 星期日也只會有兩次節目 應該可能 看看情況 講一些比較深入一些 或者歧視性的事情 就好像 這一集就剛剛好 真的林七月 我自己說自己不是共產黨 那我唯有多講一些 以中共黨史的事情 唯有 因為我相信 都不少人有興趣 這些 這個這樣的搏擊會 全世界最大搏擊會的事情 那我現在講到這裡